早安 我們剛降落在東京的林競場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身後 這是一個日本的工地 這個工地跟我們今天的拍攝有什麼關係呢 基本上沒什麼關係 我們就路過這裡而已 想必這裡有非常多的YouTuber 已經拍了很多日本出國的旅遊 我們身為秋哈吉梅秀年 當然是要給大家看人 不一樣的公約旅遊 各位朋友 東京機械展的邀請函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在這 剛剛已經看我們的旅遊百路先生 街頭到了 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 白路先生帶我們走後門 我跟著白路你們跟著我 人生就是要這樣蹭嘛對不對 我們蹭著小仲 小仲蹭著白路 我怎麼蹭你 登場到了 歡迎光臨 東京機械展 我們在一個真正一般的路人 都還沒有進來之前 先偷偷到了會場了 我們現在為這個位置在北川 就是上次那個我們去玩夾頭的那個地方 那我現在是 坎壁直送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 然後跟這幾集我們會帶給大家看 日本東京機械展 既然已經來到東京機械展了 我們來看什麼呢 來修哥龍 不是我覺得我們這趟來日本 除了要帶給大家看看一些 就是日本的最新工業資訊之外 想必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覺得是很多台灣人都很想要認真學習的 他們的精神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看在日本的展覽 他們一早都要來幹嘛 他們每天早上跟結束的時候他們都要查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他們手上的那一罐 老闆老闆老闆 在日本這個真的是所有工業的人都愛用的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很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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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YouTub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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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他長得有點像千金的感覺 宣布事情的時候很有氣勢的感覺 在我左邊左前方那個 有一個灰色頭髮的鏡騰先生 他就是北川的副社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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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YouTuberさんだけ皆さんに ちょっとご紹介させてもらうんで 一言だけ おはよ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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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回很真面目少年 拍到北川的YouTube影片 今天到台湾的 83万人的观众 看过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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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先生 白鹿先生是我们的街头人 大家好 恭喜白鹿 好的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立刻来跟大家精辟的介绍 但我不知道在日本刚才听介绍吗 你还记得你不听我的介绍 你听谁介绍 在旁边那个 你的 樱花妹 你真的想听樱花介绍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请介绍这个 大家好 我是台湾 好 谢谢 这里的盘域只有NPGT系列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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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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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 开始吗 是不是还是需要我 没错 还是需要我这种人吗 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上面那个夹头 以前我们在做夹头搬运的时候 不是就是 你就把左边弓箭搬到右边去吗 但是他这个夹头上面有个光学尺 他这个光学尺 在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顺便测量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测到36 但是你如果量过去 你发现他的尺寸跟你要的弓箭尺寸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是的话 错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搬到NG坪去 如果OK的话 我们就把它夹到下个弓箭 是不是 真屁啊 在今年北川这边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介绍跟全新的产品 然后是可以介绍给台湾的朋友 这一句听得懂 你跟着我走 现在大家工程不都自动化吗 然后自动化 它这个等于是把它分类 就是哪些东西是NG品 哪些东西是你要进到下的弓箭 那装一个夹头之后 就算你是机械手臂上 你都可以在电脑里面 看到你这个所有的数据 就不用像以前一样 人还要在量测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个 可以在严峻工作下面的分度盘 大家这个可以马上看到这个东西 有没有 来 静止摄影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最喜欢做这件事了 来 走走 我们最喜欢做这件事了 这是污いスラリンを体现 在那中的电脑が きちんと動くことを説明 他这个后面有介绍 我们常常有一些工业 你会使用到像玻璃加工 然后陶瓷加工 他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度盘上面 就是被卡满的各种粉色 他们在今年他们有介绍 就是他们展示的这个分度盘 是能够在极度延酷环境下 就算放到手里面 他都还是一样可以正常 就是强重的运转 这个应该是 可能你有做这一类产品的人 会比较知道 我觉得你如果是做汽车工业的 航太的 像我们常常会有时候 要切削到一些 carbon啊 或玻璃纤维 我觉得也是蛮适合的 我们先来去另外一个场馆 白路 以前我自己会常常出来看展览 现在因为有频道了嘛 就会想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把一些 我们在国外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还是影像 然后带回去给台湾 然后让没办法出来看的人知道 这样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拍影片 为什么 这样我才可以出菜 然后你都可以趁机出来 上次去韩国 你这样一个月跟我出来两次了 对不对 一个月三十天内 刚好衔接一个月 对 年轻人就是真的要出来看看 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还有看一些很强大的公司 一些新发表的东西 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日本 因为其实日本文化拍摄的关系 在日本拍摄非常困难 我们从前阵子知道说 东京机械展确定今年会办嘛 因为 它等于是隔了四年 它前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 在日本拍摄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们请了台湾代理商 然后帮我们找了 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公司交代了日本的社员 白鹿先生 白鹿先生又在这一个 整个月当中 帮我们去找各个公司 问说能不能拍摄 所以我们才会获得这个 小臂章 他们这次有分非常非常多的场馆 你就会发现在每个场馆的外面 你光是进去他们 就连手机拿起来照相都不行 我们一定要趁这一次的机会 好好的来认识一下 日本的千金 趁这个机会 你看我这些勋章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回去台湾 一起去 好 东京展览第一站 我们先从最大的开始看 马札克 马札克三奇马札克 在台湾有人叫做马札克 也有叫山札克 他们是一个103年的企业 在1919年的时候大正8年 也就是三奇定吉先生 他创立了三奇铁工作 到2006年的时候呢 三奇山札克 他到了台中去设了一个场 接下来这103年 你只知道他的资本额是20亿 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营业额 到底是多少钱 而刚刚呢 我跟本部部长换了名片 那他拿出来威力多强吗 我就是山札克 你也看到他的后面 一个展场 可以大到需要用地图 一样来跟你标示 因为Yabazaku 他们其实有做中型的 大型的 然后还有那种超级大型的 各种工具机 还有工具加工机之外 他们的系统跟他们的界面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旁边的那个界面 除了设计的美学跟美感 真的是一个充满未来感跟现代科技 基本上台湾业界已经是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有趣了 他的界面真的很漂亮 操作的下面的那个视觉感 跟他们上面虚的键盘 跟实的键盘 视觉美感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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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看 那在东运机器展里面 他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会有各自的一个主题 你都可以拿这个徽章 然后跟他逼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份 这个 可爱的小提袋 他们这个小提袋 是马子的 其实就跟他们 今年想要讲的主题 环境环保是一样的意思 妈妈的机器 妈妈的机器 那为什么在这个展览当中 大家会很讲究于环境这件事情 可以看他们上面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输出 大家想到制造业工业 就是一个环境的破坏者 但是从今年开始 其实以东京机械展里面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主题 他们现在就是有一种 社会性企业责任 跟地球的责任 就是我做的这个机器 我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他能够减少他的碳排量 怎么减少呢 他们就开始算出 他们今年所推出的机器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说 32%的人 就是在温度控管的时候 32%的人 是你在机器 在切削处理的时候 29%的人 就是你在油压跟冷却 还有其他有的没的的时候 所产生的碳排量 那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做切削的时候 要清洁嘛 他们会用以前的经验 跟数据偵測出 你现在用是什么刀 我用什么刀 我就用什么洗就好了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在做切削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废损 他们可以达到99%的回收 好 这是他们今年的机器 照着这样子的想法 开始做 那他们怎么做呢 继续看 他们机械展在发表东西的时候 好像咸蛋超人 DNA要出来一样 你知道他们哪一天 他们做出钢弹出来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好这个这个DX 这个我刚研究完之后 我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以前啊 我们在做加工的时候 在最早之前 可能先做试做嘛 对不对 那之后在上个世代 开始大家会有模拟的 3D的虚拟图出来了 那在最近这个世代 大家有些人会 拿出单地列印 比如print出来之后 我们在逆向加工法 就去量测啊 拿油标卡尺啊 然后拿各种东西去scan啊 到现在可厉害了 只要把你3D的图丢到里面 它直接会帮你算出 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加工 你需要换几支刀 你需要这支刀里面 你可能要花多少钱 然后直接报价给客户 他们在这个DX金的系统 今天才发表 就是你如果没有来现场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透过我们的影片 你现在知道了 还没有发表 他们在明年的时候 才会开始出现江泽机器 那它的软体呢 大家现在开始走订阅制了 所以你有没有订阅超人生 上来的频道啊 马拉肚 他们三年订阅一次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车这个东西 比如说它的素材材料有哪一些 然后做完了之后 执行 所以你看它就算出了 你总共加工时间要3分57秒 加工备用3477日元 它如果搭载那个 目前实价汇率多少 它更好 它更好 跟公司建议一下 好 那我们的软体看完了 我们正式来看这种巨大的机器吧 各位 Yamasaku 是一个什么都做 什么都很厉害的一间公司 请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管料 接下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台机器到底有多大 左边走过来 它可以从8米的管料 送到这个中间的雷射切割器里面 这个中间的雷射切割器之后呢 做完它会一路的帮你输出到这个工作台上 工作台上呢 它总共能够切出这种奇奇怪怪的各种雷射工件 想必大家应该有对于雷射切割有点印象吧 就通常就平面的嘛 在一个铁板上 四十分扎持啊 然后切切切切切切 它都是垂直式的 它们这个 你看可以切成管料 可以切HP 可以切方管 然后也可以切这种超厚的脚缸 还有一个重点 有没有看到摄影禁止 太坏了 男人太狠了 你还拍成这样 等一下有小背带了不起 对不对 讲到马达克 你一定要知道 它们的加工机之厉害就是 你知道那个麦卡伦 不是酒的那个麦卡伦 汽车 汽车 听起来是不是一样 都很贵啊 都很贵 他们是由这间赛车公司的 唯一指定公开跟他们说 我们的赛车设备 里面有18组机器 是马达克 帮他们设计给麦卡伦 很了不起 一个日本的家族企业 不要浪费记忆题 我们来看工具机吧 讲到马达克 你一定不能忘记 他们的车床 跟他们的CNC 一个车床 它如果要做得好 它的精准度 一定是要准到 让这个世界能够认同的 你会看到里面的夹头 我跟你讲夹头稳 基本上你这台机器 已经一一半以上了 今天早上开谁的陈慧 你说说北川啊 北川啊 我们今天早上开它的陈慧 绝对不是拍他马屁 我们今天开始拍第一场 一路下来这几天 随便找一间厉害的 进去看 我们就看它的夹头是谁的 它的夹头 当然形式有分很多种 这是比较旧款的 我们来看它旁边 检查旁边这台 你可以从左边这边看到 这边有一个浸料机 浸料机呢 它旁边有搭配一个手臂 这个手臂咧 再送进去 这个也是一台车床 它这个夹头 你看是不是 北川的B208 它们全世界卖最多的夹头 我们家有没有很狗腿 我们明天去参加成会的时候 应该可以讲话更大声一下 那个小舅小舅 我帮你们 国民外交啦 以后如果日本 你家里可以陆籍的话 借我一下 我可以姓北川 北川称赛 说不定 那个三骑的老板也看到也很开心 他也觉得我们帮他做好很好的外交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我要信谁 你穿三骑啊 三骑 夹头少年 夹头少年有千金耶 什么 你的千金呢 我的千金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 我们频道向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请记得这支影片 有广告出现的时候 请把它看完 你还没订阅我们 请记得订阅 因为每个月省一杯的一定要请 然后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开启这个工业的想像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 所以你说千金是吧 千金 好看到影片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往下一站前进 在这边你会看到很多超大的国际大厂 左边这个 这个是叫MST MST他们每年展览的时候 有一个风格就是他都会找很漂亮的女生 NST他的解说源是没有任何一个男生的 等一下我这个去交涉看看 看能不能帮大家谋福利 往前看 这个也有一个台湾人绝对认识的 叫NSK 这个台湾人绝对知道 他门口做了一个很酷的装置 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他是能够去运算感应 然后他敲出来的每一个音阶不太一样 NST就是大家台湾知道 美亚令谷超强的巨场公司 他们就想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装置来吸引大家 然后他们就把上面的那个小弟子 就是美亚令谷里面的自己 然后就敲出他们五首巨大的使物 这个超厉害的 连他们的那个滑感 然后上面的全部的设备跟器材 他们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们为了要表示说 他们的机械做得有多精准 他就是说用这个爬杏狗的原理 爬滑感的钢柱就可以弹到他们要的位置 交涉成功 MST又可以拍摄了 我们来大家看一下这个MST的风格 大家可以看到MST他们今年主打的 就是说他们可以用90度去加工 然后看他这个头 就是他桌上的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一个90度加工的头 他传续给我看 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可以说中文 嗯 他们在做的就是说他们今年的做法就是一个方便的做法 如果你今天你的弓箭他没有要精度要特别高 或者是你要方便去快速的话 你就可以选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就可以写说 他上下的重板精度可以到多少 然后这个他可以搬运多重的 这个就可以搬20公斤 20公斤算蛮重的 可以抓整个陶土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 这个夹头就是我们稍早 带我们进来的北川的夹头 他这台机器的特色应该就是说 我们通常一个机器就是XY粒 他们是说他们用他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五面的加工 骰子有没有 1 2 3 4 5 6 不是六面吗 其中一面他要夹 所以夹出来他给你示范就是说 你看除了夹的地方之外 全部都有 他要继续加工下一个人 然后我们可以来走咯 下一站 这个非常厉害 中村制作所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 满满的各种奇怪的游标卡尺 为什么在台湾很少见呢 游标卡尺就是有很多是录制嘛 那录制比较便宜 那游标卡尺大家都觉得只要凉了准就好 但是呢日本制他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其实大部分就是他手感的那种 十目十根 你要在挺的时候 那个很微密很微密的手感 会不太一样 那头也怎么不一样 这个是拿着凉穴的 我们两个屁股堆在一起 我们两个屁股的中心点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画图或画CAD图档的时候 它是圆的嘛 那你要找到圆的中心 是不是比较难 你要先量外境 扣掉壁后再找到中心点 就难嘛 那它这种就是 量屁股就咚进去 就这两个屁股跟两个屁股的中间 还有各种怪形状的啊 比如说是量深度的啊 这样子 那上面就有显示 它的深度是多少 还有那个重大的 2米的游标卡尺 扭力板手 我们应该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从此大家很多工厂真的改变了 对于扭力板手的想法 跟真正拍子把你的扭力数据化很重要 那这个小小子 你知道这个好吗 针头 螺丝起植 螺丝起植 也是可以测量扭力的 然后日本的扭力板手 我有点不太记得 他们会有一个标规 就是说你要重复使用多少次 因为其实大家都差不多3%内的误差值 我印象中台湾好像3000次 他们日本的扭力板手 就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是我们可以10万次 所以有的是它贵的原因 我刚刚瞄了一圈 里面有一个东西 算是可以给大家做介绍的 扭力板手 那不是跟刚刚一样 跟刚刚一样了 对不对 看刚刚有怎么好介绍的 来 这一圈 我看到这个里面中间的东西 有口红嘛 口红嘛 就是你工作到一半 诶 補个妆那样的 擦一下 来各位请看 如果今天有的时候 这六个比起来 看起来就是很正常 对不对 如果今天有的时候你的螺丝是很乱的 你说有时候手在半 你不知道谁锁过谁没锁过 像这样子 锁一次 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的记号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两个是没有check过的 那这两个是有锁过的 这些都算是特殊工具 所以它们有一些是 加在笔上的啊 它锁到紧的时候 比如它扭力道的时候 你注意看它会这样子 它会下去 告诉它 就OK了 很不错 这个阿伯还是开八的 对 阿伯说他有在自己拍无人机 他也是YouTuber 这是三本阿伯的频道 帮忙三本修程大哥 订阅一下他的频道 他目前频道有17个订阅 我们100个冲下去 这次就吓死他了 经过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榜 格兰富 这个要看时间够不够 跟有没有原本 大家下一站吧 白鹿 他很有自信耶 就是一个很可爱灵巧的女生 好像他家 他会不会就是北川的千金之类的 会不会吧 台湾千金跟日本千金的 这边是哪里 哪里 北川鉄工署 在北川鉄工署 有制作工具 今天我介绍的是 摩擦结合 作成的摩擦工具 这种方法 可以使用不同材料 摩擦结合 你把一个金属快速的旋转 另外一个金属快速旋转 然后两个接触的时候 摩擦会怎样 产生热 然后热落 到了一个融点的时候 他会把固体融成液体 那他在这个时候 就像焊接一样 用高温 然后让你的金属 瞬间融结 而变成摩擦焊接 像KDC 它轻量化的那种 里面切开来 它里面的摩擦焊接 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C110的铜 跟S40 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接在一起 通常用断的地方 不是焊接处 而是下面别的材料本身断掉 后面还有这个就是水刀啦 水刀要怎么看切的好不好 它的切痕吗 就是你要看看 有没有切起来毛边 像我们在切雷射切割的时候 是一样的 常常有时候 大家可能看展品 内行的人 会拿着放大镜过来看 你看这里是切出来的 那通常以北川的水刀 大概多少钱 这是日本元 机械是2400万元 最便宜的东西 但最高的东西 也有可能是4000万元 从2400万 一路到网上 看你要上到多少 4000万 都有 现在日币便宜啦 2400万 现在大概多少钱 600万 要买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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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的东西 基本上都会 比较高价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拍到别的公司 你就会发现 很多厉害超大的公司 他们用的都是 北川的这个设备 这就是我们在台湾 都拍台湾很屌的公司嘛 我们在日本 我们要拍的 也是日本很屌的公司 非常感谢 帮我们介绍的影片 你喜欢这样的男人吗 台湾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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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晚上 我们今天晚上 晚上应该没清晨吧 晚上一起吃饭吗 有 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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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吗 就在今晚 今天晚上吗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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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桌子里换过了 对 对 嗨 吃饭吃饭 家里吃饭 快很快 买那个 莫生家的红色面包给大家 耶 这个银座很有名的 大家分享 谢谢 还有 宅宅你的影片 对 为什么你的名片会在她身上 昨天就来了 八晚 她今天来 但不不不 这不是有点 没有 明天发完啦 明天发完就请飞机空运一下 他本来你今天拍的怎么样 我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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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真的吗 真的吗 来来来 赶快吃饭 欢迎 来来来 快吃饭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既然来到东京的人 是不是应该 考虑一下 还是你要问一下我爸 吃饭吃饭吃饭 白鹿 吃饭吃饭吃饭 爭吃饭吃饭 爭吃饭 食饭吃饭 - 飛仔仔你把整個場都已經看過了 - 我已經看過 沒有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到另外一個場館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圈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這個有多大好了 超大的 這有點恐龍的概念 他可以把整台車抓起來 - 開始了 - 好 開始了 開始了 - 開始了 開始了 - 開始了 - 好啦 這個下去就東莞了 - 喜歡東莞嗎 - 那你要不要問我爸 - 開始了